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个孩子呢 就是请月婆帮忙啦 第一个什么都不会 从第一个月婆那边从中学习 讲照顾孩子啦 因为毕竟是小baby 还有食物上是怎样吃 所以在第二个孩子的时候 因为第二跟第三个孩子都是在新年期间 所以对我们来讲要请一个月婆负担很重 所以第二个孩子的时候 就妈妈来帮我打理主东西的方面 但是孩子呢 我和先生已经在照顾了 所以就在最后一个孩子的时候 是我和我先生自己在 就在自己弄那个月子的过程 就是先生帮我打理主 煮月子餐的方面 然后我是全程就是照顾我孩子这样 所以煮的方面 当然我先生是不大熟悉刚刚开始 所以我就跟他就在旁边教他 他在煮 因为我们那时候人 女孩子不能动到很多水 所以他从中来在 就我讲他在煮 作月期间的经历与感受 让黄月华深刻地体会到月子餐的重要性 于是产生了创办月子餐外送服务的念头 因为当我自己本身是一个产妇的时候 我又要考虑到食物方面 又要考虑到我可以不可以弄到水 洗手啊这些 我觉得要照顾一个baby 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困难了 如果我还要再去烦 我应该要吃什么 今天要煮些什么 如何来调理我的身体 我觉得是另外一个 对妈妈会产生另外一个烦恼 增加他们好像压力 对他们的康复 或者对他们给人奶的 那个妈妈的那种 不是很好的状况 两夫妻合作五间 担当起厨师与厨娘的兼职身份 为产妇们带来健康又美味的月子餐 通常食材我们都是 前一晚我们会准备了 就知道明天应该要煮些什么 然后我们先把那个 如果研制的食物 通常都是在前一晚研制 然后就是如果 闷啊需要闷的需要 就是炖的药材 我们都是晚上开始 从晚上开始弄 所以早上呢就是把那个 焖跟炖的食材 就是准备好 然后那个煮草的 就在要送的时候才来弄 焖和煮和汤包那方面都是我来处理 先生是在那个煮草方面 还有外送 他们的月子餐包括了一个饭 一个菜一个汤 两个肉和一壶红枣茶 菜也要偏向中式化 除了按照坐月的阶段 还根据产妇与宝宝的身体状况 来调整餐单 客制化为他们服务 我们没有放那个味精之类的 然后我们尽量都配合到 母亲的妈咪的那种需求 我们会不停的问他们 你们今天是怎么样子 然后你们有什么需求 需要我们去加强的 改善的 然后他们身体有什么状况呢 宝宝有什么状况呢 我们尽量一直follow up他们的宝宝 跟他们自己本身的身体状况 来配合我们的食材 就这样子有些妈咪 他们吃的够很容易就有一些 奶水不足的问题 或者是奶水阻塞的问题 如果我们那时候没有问他的话 我们一直是煮那种很吹奶的问题 那种食物 到时候反而会害了他们 会让他们更痛苦 由于是家庭式的小型作业 所以无法承担太多订单 超出能力范围的 他们只好忍痛拒绝 以保障食物的品质 我们一天要煮六样食物 对不对 如果有不同时段的人进来 妈咪 你不能够第四个星期 我们煮第一个星期的食物 同时煮 那个是对第一个星期的人不公平 因为第一个星期的时候 我们要排鱼 排鱼血 所以第四个星期可能是要补气 已经是很重 重那种药材 或者是重 所以那个时间我们就要不停的去调整 要调整 所以在调整的时候 我们可能一天里面不只是煮六样食物 可能要煮七八样 不同加加起来的时候 所以如果我们的人手 我们接到单的时候 我们的那个 我们很很手忙脚的 我们比较 比较难抓到那个食物的偏排 会比较乱这样子 所以我们 我们怕会影响那个食物的品质 所以我们都是这样说 我们限定在特定的那个人数里面 我们能够专心把那两个三个做好就好了 然后慢慢把我们的口碑做好 把服务做好做给完善 让每个客人吃了安心 外送服务是个和时间赛跑的行业 而在运输的过程中 如果遇到交通阻塞或繁杂的公寓管理层规则 将会影响递送的时间 煮完过后马上就 装进去那个餐具里面 就马上送上去 我们要保 我们要确保那个食物 那个妈咪收到食物的时候是热腾腾的 冒着烟的 我们不要说冷冷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们的送餐时间 不能够一次过接太多单 我们不能够送太远的范围 在一个11点半到一点的时间里面 我们必须要确保 食物要送到妈咪的所上面 第二个主要问题就是 management问题一些condo 最主要是那种condo 他们的management很严格 我们要送上去花很多时间 就是我们有时候去那个地方的时候 他们要求我们在 那个gethouse那边 register一次 然后提供很多资料 然后要进到第二个关卡 那个main lobby那边 又要再重新重复同一个东西 给IC给东西 然后要带我们去那个lift那边 要scan那个楼层 然后再带我们上去 再下来这整个过程都花我们很多时间 所以我们的我们的宗旨是尽量说 减少妈咪的辛苦 就这样尽量让他们心当 轻松 所以我们都尽量是送到门口的 可是遇到这样子的很严格的management 我们都会说能不能够你们下来lobin 会减少我们的事情 因为如果我们每个地方 我们都拖延了15分钟 拖延了15分钟 这样对其他的妈咪会很不公平 这两年来 他们一直都不忘初心 坚持用心烹煮 不断地改善与进步 尽量配合产妇的需求 深获好评 我开始讲到这个名字的时候 因为我觉得 坐月其实是一个应该很舒服的事情 不应该是很stress的东西 现在市面上你们看到很多人 就去月子中心或者是找到坐月坡 找到不对的时候 他们会很stress 或者是产生产后忧郁症 很多问题都会有的 因为我是过来人 我知道妈咪在这个时间 他很容易陷入情绪低迷的时候 特别是当食物吃不好的时候 所以我那时候我就想 我们要做一个服务是说 妈咪吃到我们的食物是很期待的 而且他们吃了过后 他们会有动力 继续去服务他们的 宝宝吃的东西 然后我们当然做一个服务的时候 我们不是想要赚钱 我们是希望赚钱是赚到心安里的 然后你们吃食物也吃到心安 虽然你们不用担心 这食物的品质是哪里来的 那个肌肉是哪里来的 还有食物是不是不新鲜 这些东西 我们要让他们觉得说 我们的食物是新鲜 然后是我们是对着 起两次一起做这事业 心安月子餐 坐月更简单 月子餐是坐月子中 几具重要的一环 绝对不能忽略 住院所有的产妇 都能享有健康美味 又滋补的月子餐 轻轻松松度过坐月期 浅线视窗采访报道